各位來看一下 首先這張圖顯示的是 有關於我們台灣的這個 六大旗艦計畫 但是要在談這個旗艦計畫之前 我們還是要先談一下 它的這個發展的一個歷史 因為現在全球對於文化創意 或者是創意產業 都形成一股熱潮 那不斷的在這裡面呢 將自由的文化 甚至融合了其他的地區民主的文化 加入了一些創意 這個創意的部分呢 可能來自於自己的生活的經驗 或者是來自於學習 然後再加上呢 本身國家或者自己地區裡面 具有的一種優勢 那比如說台灣的優勢呢 是所謂的這個中間這個 電子通光電的來講 是台灣的一個基本的產業的強項 然後呢 結合了這樣子的一個部分呢 去產生製造 然後呢 形成產業的話呢 就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須要有所謂的 提供就業機會 這是重要的 然後形成產業呢 就必須要有智慧財產權的保障 否則呢 很快的沒有智慧財產權的保障呢 你就會 你會不會 拜的一塌浮地 那 就好像我們之前跟各位講到 我們王雪紅呢 創建了這個威聖 那 他最後呢 創造了一個小蝦米豆大鯨魚 那 當然 最終呢 拜價正來 不過他創造的那一段歷史也是 在很多的教科書 甚至在產業裡面是傳為家話 他就是跟那個 我們的這個 他是做IC設計嘛 所以當時那時候就跟這個 美國的龍頭呢 去抗爭 最後呢 拜在哪裡 拜在專利權 那 後來又創建了HTC 一度呢 要為國內的股王 全球呢 也在手機市場裡面呢 已經佔到前幾名了 不過呢 這幾年呢 就掉下來 甚至最近傳出 一度要把 應該要把這個 手機的事業切出去 然後 重點只留在VR 那當然 又拜在哪裡呢 基本上呢 拜在策略上面的問題 還有專利的問題 所以 專利的智慧財安全的部分呢 這的確在文化創意產業上面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一環 所以 從這裡面呢 我們剛剛這樣一段談話裡面呢 他基本上就已經談到了文化